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Joanna的Divine Timing,那对于写新的朋友来说呢,也欢迎你们,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Joanna,我是灵性塔罗师能量疗愈师,对,那我在我的联络方式都在评论区,如果有想要找我做个案的朋友可以去下面的评论区找我的联络方式。 那2020年只剩两个月了,所以呢,我今天想要来做一期关于2021年的运势的一个整体的预测,那2020年大家都想要重新开始啦,或者是,对,我知道大家都觉得2020年不太好过, 那我会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抽牌,今天的一个能量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提前去看到你们的2021年,你们的希望,对于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期待。 对,那我这边今天准备了四组牌,分别是1,2,3,4,用你的潜意识,去选择一组牌。 选择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那没有选择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们先来看你们的一个整体的能量。 Younger woman, deal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a younger woman。 OK, um, Ego。 Through over troubles, obstacles, pain. Histech。 Karma, you will reap what you have shown. Brokening, parting of the ways in either romance or business. Moon changes in your life. OK,别着急,我们会来看一下他们具体说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OK,我这边看到有3 of swords,3 of pentacles, 7 of cups, 7 of cups, the hand man, the hand man, pring of swords, and the lovers. 我感觉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2021年 我先说在感情上 是我第一个得到的讯息 可能会经历一些分手 会经历一些感情上的破裂 会经历一些 你们现在的这段感情的一个变化 会让你觉得很伤心 很心痛 对因为我这边看到有Broken Ring Broken Ring和Moon 我会觉得这段感情 不管是你现在就决定放弃也好 还是你们已经出现了问题 到了2021年 它会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决定给到你 可能这个决定会让你觉得很心痛 会让你觉得 难以接受 但其实这段感情 它在之前 就已经有问题了 我会看到它其实在2020年 甚至是在2019年 或者是更早 它就已经有问题了 我会觉得这段感情里面 可能出现了第三者 只是你当时一直都没有 察觉到 到了2021年 或者是2020年年底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当中会有一些事情 是你之前没有 没有去 没有去察觉到的 那我会觉得 这段感情对你来说 其实是之前的一个业力 是对你来说是一个 其实是好的 就是它可能 让你觉得很受伤 让你觉得很难过 没有错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从宇宙的视角来看的话 其实对你来说是好的 因为它让你还清了这段感情债 还清了之前欠下的一些人情债 那其实宇宙是想要告诉你 这段感情 虽然你爱得很深 你受的很多的伤痛 但是它对你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对的人 你将来会遇到一个 就是你的soulmate 或者是你的twin frame 对现阶段对你来讲 它并不是一段 能够给到你一个长远的 一个稳定的家庭 或者一个长远稳定的关系的 这么一个一段感情 对这是我这边看到的讯息 那我会觉得你 其实这个决定做完了以后 虽然你的这个twin 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它会渐渐渐渐的 被你去做一个修复 做一个疗愈 因为这个牌我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抽的嘛 那年头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很受伤 很心痛 很 甚至是你会觉得 不想出来见人 你想要一个人静静的待着 可能过年的时候 亲朋好友都在那里 谈笑风声啊什么 你就是提不太起劲 你更愿意去待在自己的一个 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 就是你会 沉浸在自己的那份 就陪伴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 对 你可能会有一些抱怨啊 或者是会有一些 就有些怨气吧 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有幸福的家庭 有那么好的老公 那么好的男朋友 而我就是没有 或者是什么 反正就是有一点 有点那种抱怨的情绪会出来 那我会觉得 当你去调整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陪伴自己了 你经历了这段 低潮期之后 你会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视角 去看待你的这个感情 会用你的 你会把自己拉出来 你会突然之间 就是 就是低落的时间 它很久 但是你醒悟的那一刻 它很快 就是你会突然之间觉得 好 我要走出来了 我不要再沉浸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当中 我不要再 我不要再让自己 以这个方式继续的生活 你会走出这个trouble 你会像老鹰展翅翔翔一样 会飞出来 会走出这个 带给你业力的这个乱草堆 你会让自己重新开始 你知道自己要去的方向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下一段的感情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会有一个 有一个给到自己的另外一个选择 你会让自己 重新的站起来 那我会觉得 就是2021年往后走的话 我会觉得你会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你把自己疗愈好了 因为你把自己做好准备了 那等到2021年年底的时候 你会有更多的 和你比较同频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能够去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对 那这个是感情方面 那我这边再讲一下 关于工作和学习的朋友 我会觉得 2021年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自我学习 自我成长的一个年份 那在工作当中 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 在职场上面 你们会经历一些 可能会经历一些就是 人言啊 就在你背后可能会有一些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言论 那这个言论可能会影响到你 但是你会 就是撇开它 就是你知道它会影响到你 你会受伤 你会觉得很难过 但是你 你会把注意力 全部都放到你的梦想上面 你的自我实现上面 你会去拼命的努力去 学习你的 在你的专业领域去 进修啊 去进步啊 然后去达到你想要的那些 物质上面的一个丰收 一个名利上面的一个丰收 对 我会觉得你是在工作当中 明年的话最好是 到如果说有想要创业的朋友 我是说到下半年的时候 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个创业的动作 那你们会很有决断力 很有自己的想法 也很有自己的一个 冲劲 而且我会觉得你们做的 这份职业 就是你们想要自己去创造的这个职业 应该是跟 就是言语有关 那这个言语它可能是 它不是那种 我会觉得可能是比如说 网络的一个教学啦 或者是一个用笔写写东西 就是一个传输的过程 一个 就是用你的言语 用你的文字去感染到别人的这么一个东西 也有可能你会去做视频 也有可能你会开一个自己的网页 去博客 或者是写一些文章 写一些那些 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 去感染到别人 对我会觉得 下半年你还蛮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 小天地的这么一个职业的 那在财运方面 我会觉得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年头的时候 年头就相当于就是 农历过年前 那我会觉得在农历过年前的话 你们会收到一笔不小的奖金 是公司给到你2020年的一个 就是鼓励让你 就是一个你之前心情付出 你所应得的那个部分 你会得到一份属于你的一份奖励 一份奖金 对 那 再往后的话 我会觉得 就是很你们的收入 它是会呈现一个比较平稳 比较没有很大的一个波动的状态 我会觉得 2021年对于你们来说 这样子好了 我再抽牌再多看一下信息 然后再接收一下讯息 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关于下半年的一个收入的这么一个状况 会如何呢 我来现场抽牌 出来的第一个牌就是9 of pentacles 关于在财务方面 我会觉得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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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财运下半年的财运会很棒哦 因为我问的财运第一张牌给我的就是新币9 你们会有很就是越往后走 越往2021年的下半年走的话 你们的财运会越来越的越来越放手 我会觉得这个财运会来自于 你们可能之前投资了一些房产或者是股票 会有一些投资款的进来 也有一些就是他他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一个收入 不是说薪水的部分 除此之外 我会觉得你们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对可能是你之前投资房子 或者是你你把你现有的某一样房子 卖掉然后他就争执很多倍之类的 对我会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在财运方面 那如果说是对我刚才已经有讲过 感情方面就是但是我没有讲就是关于 但是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讲 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 明年的感情运势的话 我会觉得会建议你多和朋友去做一个聚会的动作 和朋友去小聚啊交流 因为你这边有很多三号牌 三号牌我会建议你多和朋友出去 多和别人沟通去认识一些新的不同的人 能够帮助到你尽早的遇到你的 soulmate 你的因为你这边其实已经有lover了 虽然它是在年底才出现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说你提前去认识 去预见那些能够给到你一些火花的人的话 我会觉得它会提前 对 对我会觉得 其实 OK这边其实已经出现两次death了 刚才因为掉到镜头 我还没有把它剪回来 又现在又出现 那我会觉得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 在2021年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重生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对于一些 尤其是在感情上面 有一些破裂啊 有一些 分手的状况的朋友的话 明年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 放手的年份 让你们去重新开始 重新的去 开始一段 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 把过去的那段感情 抛在脑后的时间 就是它已经是 没有办法继续留在你的生命当中了 所以你就 Let it go 明年对于你们来说 因为它出现了两次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除了在感情方面 在工作上面的朋友 我会觉得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handeman 我会觉得在工作上面 可能到了年中的时候 你们会有一些调动 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事情出来 在工作上面 我刚刚接受到的讯息 是跟我讲 你们可能在下半年 会换工作岗位 那有一些朋友 他会自己创业 这个我刚才已经有提到过 那我会觉得 上半年和下半年 你们的整体运势 可能会有一个 不太一样的能量 出现在你们的 这个 生命当中 在明年的这一个年份 那我会觉得 不管是 变动也好 还是 舍掉之前的一些 旧有的人事物也好 我会觉得 其实对你们来说 它都是好的 因为 我们不要觉得 出现death就很可怕 它的那个能量 就是 听到那个死神 就觉得很恐怖 其实它只是 想要给到我们的讯息 是让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 重生的机会 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不管你现在的状况 是如何 不管你 2021年 上半年的状况 是如何 你下半年都有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你现在这步棋走错了 没有关系 它会给到我们一个 调整的机会 所以我对 我觉得对于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来说 2021年 是一个让你们学习 让你们进步 让你们去试错 让你们去重新开始的这么一个年份 对 我会鼓励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要 好好地珍惜 明年 明年这个 试错的机会 就是你不要害怕错 错了是没有关系的 你会在错误当中 学习 在错误当中成长 是能够帮助你 继续去前进 继续去探索人生的 别的一个旅程的机会 对 那我这边还有一些天使卡 我看看天使卡说什么 Changing in Direction 我才刚讲完 就是 你们会改变你们的方向 你们 就是天使它 对 跟我刚才其实接收到的讯息是一样 就是你们下半年 它会 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给到你们 2021年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 因为你们会去改变一个人生的方向 不管是在 工作当中也好 还是在感情方面也好 它都会 给到你们一个 不同的视野 不同的一个 视角去看待你们的 就是 过往的那些经历 对 Innocence Bloved one Everyone is guiltyless in truth as no one can outer God's hand work of perfection Give us your feelings of heavenness so we can lighten your load Giving us any guilty angor or blame that may share out your love outlook Enjoy the peace within your heart once more 我觉得天使 你们的守护天使 真的是很爱很爱你们 我刚才有讲到 就是 上半年你们可能会经历 伤心 难过 心碎 就是各种各种 让你们荡到谷底的事情 那你们的守护天使 说只要你们把你们的任何的情绪 任何的怨恨啊 生气啊 仇恨啊 各种的不开心 不高兴的那些情绪 说出来 他都能够接受住 他会 你在他的眼中 就是那个小baby 小婴儿 他会用任何无条件的爱 去包裹着你 所以 就当你很当很当 很 觉得自己就在那个谷底 爬不起来的时候 要相信 有天使的保护 有天使的守护 他在一直都 他一直一直都在看着你 ask for your needs to be met 天使他说 只要你要求 只要你需要他 他就一直都在你身边 不用任何怀疑 abundance medicine 越到年底的时候 你的丰盛 你的富足 你的内心的那个冲 内心的那种喜悦 那种被充满的感觉 他就会回来 前提是你要 调整好你自己 你要从那个谷底爬出来 这个要靠你自己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但是我相信你们是有能力的 你们是能够 重新的出发的 重新的站起来的 过往的那些 就让他过去 你要想到你的未来 他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你看到你的丰盛 你看到你有朋友 陪伴你 你会重生 你有所有的天使 守护着你 对这个就是我给第一组牌的 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希望你们有一个 非常美好的2021年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OK 我们来看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整体能量 2021年 Dog Protection from a powerful friend Harp Great happiness Wow Chair Empty Someone is living your life OK In July 我们来看看 我们等一下一起 和塔罗派一起做解释 Hop Page of Wands Fall of Wands The high princess The high princess The world King of Pentacles The devil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接收到的讯息是 我先从工作上来讲好了 对于在职场上的朋友的话 我会觉得 你们在职场上 会遇见你们的贵人 你们2021年会有贵人运 那 这个贵人 他能够给到你很多的启发 很多的一些 support 支持 能够让你在 事业当中 就是有一些 你的想法 你的project 你的一些 一些东西能够去落实 能够去真正的去把它做出来 对 能够 或者是你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遇到的困难 就是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可以 就是随时都能够 去找到那个 那个人帮助到你 他不一定是一个人 有可能 你可能碰到困难的时候 可能你正好是在看一本书 或者是你正在看一个什么资料 他就能够在资料上 或者是那些文字当中 给到你一些讯息 给到你一些启发 让你去顺利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对 这个是我 我会觉得 在工作当中的朋友 这是其中的一个 一点 那 别的话 我会觉得 明年你们会有一些 有一部分的朋友 选择第二组牌的话 我会觉得你们需要去 出差 或者是被 分配到一些 分公司啦 或者是一些 参加一些研讨会啊 反正会有一些 而且 可能是有跨国的那种 出差的机会 旅行的机会 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因为能够帮助到你们去 更加巩固你们现在的一个 职位 就是能够让你们的职位 能够得到一个提升 也能够帮助到你们去 开阔你们的视野 能够帮助到你们去 学习到更多的一些 你们之前可能 忽略掉的东西 让你们去进一步的去 晋升你们自己 对 那我会觉得 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话 我听到的讯息是 你们明年的 整体的一个感觉 家庭的话 会是 还蛮稳定 还蛮开心的 尤其是在上半年 对我听 我会觉得 在上半年的时候 尤其是你们会过得 非常的融洽 可能上半年会有一些朋友 会进入到婚姻的殿堂 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就是 可能你们 之前 对 2020年可能会觉得 那个 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去 办酒席啊 或者什么 会到 2020年的上半年 会 就是 想要去 做这件事情 想要去邀请 你们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见证你们的幸福 这个是上半年 对我会觉得 可能到五月份 国庆节 sorry 劳动节 前后吧 这段时间会是一个高峰期 就是有很多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应该 如果说你们有这样子的打算的话 都会选择在上半年的时候 把这个酒席去摆掉 那 到了 往后走的话 我会觉得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 哦 我刚接收到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如果说你是在上半年 摆酒了的话 你可能接下来 不久 可能到年中的时候 你就会有怀孕的好消息 嗯 对 我听到有怀孕的好消息 那 对于一些 其实这个也是对到 就是有一些朋友 一直都是在期待想要怀孕 想要生宝宝 或者是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计划的话 我会觉得明年年终的时候 你会去 对 你会怀孕 你会 July 对 你会有 在这个时候 你会 嗯 对 有一个小生命来到你的 你们的生活当中 对 这是我刚接收到的讯息 那 到了年底的话 在感情当中 在家庭生活当中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 稳定 而且 在经济收入方面 也都是很 还蛮稳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 越到年底的话 你们的收入 什么的 就是年终奖啊 奖金啊 都会慢慢的 体现出来 就是你一年的努力 一年的 辛苦 都会在 年末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嗯 对 对于工作当中的朋友 也是 你们会 越到年底 你们会有一 有一部分人会拿到 还不错的奖金 对 会有一个 而且我会觉得 你们到下半年 如果说有 想要去 升职的朋友 下半年也会有一个 升职的讯息 升职的一个迹象 来到 你们的 你们的身边 对 这是我接收到的 一个讯息 那 财运方面 其实我刚才 已经有点提到了 那 我会觉得 财运方面的话 嗯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整体的 一个能量 也是往上走的 嗯 年头的话 我会觉得 对于一些 在找工作的 小朋友来说 小伙伴们来说 你们 年初的时候 会接收到一些讯息 可能是一个 或者是现在 已经有工作了 只是想要换一份工作 你们年初 就会有一个新的 工作的offer啊 或者是一些新的讯息啊 来到你们身边 你们会 嗯 或者是朋友 介绍的一个讯息 让你们觉得 很开心 很 很喜悦 想要去一个新的环境 而且这个新的环境 是很适合你的 是能够让你去 持续不断的发展的 而且这个新的环境 是能够 给到你 嗯 经济上的富足 一个 嗯 就是他的 权力 他的职位 都是让你 就是还蛮满足的 就是你会觉得是你 嗯 跟你的标准是 是 对到的 这么一个工作 让你会觉得 很满意 很开心 那 嗯 其实关于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其实想要 最重点的是 想要说一下 关于你们的一些 能量 一些灵性成长的部分 我会觉得 其实你们 呃 从年头开始 往后 就一直都是处于一个 不断在提升你们自己的 灵性能力 一些灵性能量 尤其是到了 年中的时候 你们会有一个 达到一个很高的 嗯 很高的状态 就是一个很高频的状态 一个 嗯 知道自己内在 能够链接自己 或者是链接到 嗯 不同层次的一些 讯息的一个 时刻 因为这边 有那个 high princess 那我会觉得 因为你们的能量 你们的正品 开始往上走了 已经达到那个 高度了以后 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你们身边 有一些 东西已经不再是 适合你们了 你们是需要去 做一个清理了 嗯 这些东西 它包含 就可能你比如说 你本来是抽烟的 你可能会觉得抽烟 它不再适合你 你本来喝酒 你会觉得酒精 不再属于你的 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或者是 你本来是 嗯 喜欢去 嗯 就是 你本来很习惯的 一些东西 一些 嗯 这些东西 它可能会给你 你会觉得 你的身体 会觉得这个东西 会给你带来 嗯 拉低你的频率 或者是 给你 让你觉得是一种 某种毒素 当然是 加引号的毒素 就是 它不完全是毒素 不一定是 就是酒精啦 毒品啦 或者是 抽烟之类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 它的那个毒素 可能会 就是 呃 会 有可能 你会觉得 哪怕是 嗯 应该怎么讲 我想一个例子 就如果说 你是吃糖 你就之前 就是很 很是甜 很是糖分的 你会觉得 这个糖 现在也怕是 变成毒了 就是对你的身体来说 你已经没有办法 继续去承载它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去做一个清理 到了 越是到了年底的时候 你越是要去做这个清理 那这个清理 它还包括 嗯 你周围的人 你周围的那些朋友 你周围的事 嗯 或者是有一些 哪怕是你的衣服 你可能 你觉得这个衣服 它本身 它是并没有 就你买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错 很好 可是其实你已经放在家里 一年 你都没有去碰过它 没有去穿过它 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 把它清理出去了 对 它并不是有 真的 真正意义上的 那个毒 它只是不再 对你来说 它的能量 和你不匹配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要去做一个清理 对 那我看看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就给到我们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2021年 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 还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讯息呢 2021年 不错 请帮我球牌 再给我多一点的讯息 2021年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 在2021年 你们会有一个 就年初的时候 尤其是你们会得到 一些新的讯息 然后这个讯息 会让你们 你们是能够听到 接收到这个讯息 你就说 哦对 这个就是我之前 一直想要的 就是很快就能够 做出决定 你不需要去做 任何的犹豫啊 任何的去纠结啊 你就听到这个消息 你就说好 我要去 或者是我要去 做这件事情 对 我要去这个地方 或者是 对 我就是要做就对了 对 那 嗯 另外就是也像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如果说有 想要摆酒啊 或者是聚会啊 和家人一起的一个 我会觉得是一个 比较大型的一个 一个庆祝的一个 这么一个场景 因为我看到是那样子的 一个场景 大家都聚在一起 就是 类似于酒席啊 或者是 嗯 有可能会庆祝 嗯 就是宝宝满月啊 或者是 就是你之前 可能 没有 白酒 就是会拖到明年 年 上半年 对 你们会一起去享受 和家人相处的那个 那个乐趣 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个 安定感 就是那种 天伦之乐 对 就是有那种 那种安定的感觉 让你们觉得 很放松 不需要去担心什么事情 那 我看看还有什么 The word 你们有两张的word 明年 2021年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很大的 的可能性 是会要出国的 出远门 不出国也是出远门 就是可能 嗯 从南面到北面 就是还蛮远的 在 哪怕是同一个国家 反正就是 就是还蛮远的 会有 呃 旅行运 有可能会 你们会想要去做一个 出国的深造啊 或者是进修啊 对 可能它并不是一个 很短期 可能两三个月的那种 Queen of Pentacles 我刚才没有讲这张牌 我是想要拿出来跟这张恶魔牌一起讲 因为我看到 Full of Pentacles 和Queen of Pentacles 我刚才接收到的讯息是 恶魔它 它相当于就是 就像我刚才提到 就是你在明年年底的时候 会需要去做一些清理 这份清理是一些毒素 一些不再去serve你的东西 你需要去做一个清除 那我会觉得其实 从某一个部分来讲 嗯 还有在钱的方面 你也是需要去做一个清理的 你要去切断一些 嗯 因为钱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 那当这个能量 给你带来一个不好的 和你的振频 振动频率 它是不匹配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个清理了 我并不是说 你真的把钱去丢掉去 去 嗯 就是不要他们了 我只是说 它的这个能量 就是你跟金钱关 金钱的那个关系 你跟金钱之间的那个能量 是需要去做清理的 可能有一些朋友 我刚才提到 越是到年底的时候 你们会变得越是富足 越是 不管在经济上面也好 在名利方面也好 在各方面 就是生活的整个优越性 整个舒适度上面来说 都是会变得非常好 你可能会跟我说 没有啊 我没有觉得会是这样子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清理 你和金钱方面的一个能量的关系 你要先去把那个能量捋顺了 把它 把那个能量去和你的自身的能量 达到一个平衡 达到一条线的时候 你让他们去做沟通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连接起来 他们如果说中间是断的 他们如果有断层 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些钱财 吸引到你身边来的 对 这个也是我刚才想要提到的这一点 对 那 我看这边天使卡给到我们 第二组牌的朋友 什么样的讯息呢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对 其实你们是有能力 你们是能够 其实我觉得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很大程度上面 已经知道自己问题的一个卡点在哪里了 你们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清理 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什么事情 就哪怕这些东西离开你们了 只会给你们带来轻松 他不会 就是他 可能你刚刚开始做清理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适应 很不舒服 对 你会觉得不太习惯 但是 其实 你的守护天使告诉你 不要担心 他们会守护着你 这个过程他会很快 他不会 一直一直都卡着你 不让你前进的 对 他是想要告诉你这个 那我这边还有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可以治疗 和温柔和爱 你不需要 但 有需要 有需要 你的脅 和 你的脆异 和 其他人 在其他人 在其他人 他们会 他们会 站在你 你 说 你的脆异 你 你的天使还想要告诉你 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在你做出舍弃这个动作 或者是你在 就是自我的一个 内心的成长 内心的疗愈当中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记住你是被爱的 你是被疗愈的 你是有能力 有力量 有自己的一个power 去疗愈你自己的 你周围的那些不再surf你的朋友 你是有勇气去做一个切断的 去做一个割舍的 对 raise or promotion 就像我刚才讲的 Congratulations An increase in your abundance flow awaits you This is a result of your positive focus and the wellnesses to take action based on your divine guidance Keep up the good work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到年底可能会有晋升啊 会有 就是 收入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 visualize abundance in all forms 哇 选择第二组拍的朋友 你们 只要把你们身边的那个能量做清理了 把那个身上的周围的那些低频的负面的东西去清理干净了以后 迎接你们的就是abundance 迎接你们的就是各种的丰盛 金钱也好 情感也好 家庭也好 各种的丰盛 哇 太棒了 选择第二组拍的朋友 恭喜你们 好好加油 对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哦 OK Bye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选择第三组拍的朋友 你们2021年的整体能量 Dark man Darlings or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with dark complexion or hair OK Wage Wage Someone is trying to come between you and a friend or something you want OK Cobweb Protected from negative forces beyond your control 梅 OK 我们再看一下塔罗牌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解读 The Emperor Six of Cups Two of Wands Page of Cups The Star Night of Swords OK 选择第三组拍的朋友 我这边接收到的讯息 嗯 在 我先讲事业好了 在事业上面我会觉得 其实选择第三组拍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是在你们的工作岗位 就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来说 我会觉得你们已经是在这个职位上面已经是一个 佼佼者 就是你们 嗯 可能你们的 嗯 那个没有 就是你们的职位没有做的很大 但是你们的专业领域 专业知识一定是很棒的 就是你们 嗯 同事啊 或者是 嗯 别的 就是在你们同一个领域的人 他们如果有问题 一定是第一个时间会想到要去问你 一定是采用你的意见 一定是 就是你 你的 你 你的那些意见 你的那些 嗯 建议都是被尊重的 就他们会把你说的话当成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考量点 对 那我会觉得 嗯 除此之外 我会觉得你们自己选择第三组拍的朋友 你们自己会有一种 嗯 自我 也是觉得自己 就是你们会 就是有一种很自信的感觉 给到别人 你们 嗯 应该怎么讲 就算你们内在 没有说 那么那么的自信 可能你们也会有 小小的自我怀疑 但是在别人的眼中 你们就是那个很自信 很有power的那个人 对 就是 有问题了 丢给你 你就一定能够解决 就是你给别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我会觉得 嗯 尤其在工作当中 碰到问题 碰到困难的时候 别人就是第一时间 就会想到 去找你 就哪怕是 嗯 就是可能 你之前的前同事哦 他也会回来找你 对 那我会觉得选择第三组拍的朋友 你们在 嗯 年终的时候 2021年年终的时候 会有一些新的选择 会有一些 嗯 让你们 去抉择的一些事情 让你们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可能是我会觉得跟 这个有关 嗯 有可能是你们 我会觉得有可能是 有情或者是感情或者是工作当中 就是会有一个人出现 他会想要去跟你分享 本来原本是完全属于你的东西 让你觉得不太舒服 你会觉得情绪上面有点受不了 就是 你会觉得 这明明就是我的啊 为什么我要去跟你分享 就可能 本来那份工资完全是属于你的 但是 老板说好 我们现在要重新 就是招一个人 因为我们人手不够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理由 那就变成你的工资要 要减少 要去跟他做一个 share 要去做 跟他做分享 之类的 我没有说 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只是打个比方 也有可能是 就是 你和另外一个朋友 你们本来是非常非常close的朋友 那现在又出现了另外 第三个朋友 他想要和你的那个朋友 变得很close 然后就有点远离你 然后你就会觉得 嗯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怎么回事 最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发生了 类似于这样子的事情 嗯 对 那我会觉得 嗯 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啦 这是一定的 而且你会在 会有点被卡住 你会觉得 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 你从来就没有想 都没有想过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对 我会觉得是 这么一个 讯息给到我 那 嗯 当然这个 这个情况 可能会 持续一段时间 让你在情绪上面 去重新做一个调整 让你去 重新的看待你周围的人 周围的事 周围的物 让你去重新去衡量 去重新去做一个评估 要不要继续跟这个人做朋友 或者是要不要继续留在 现在的这个职场上面 那我会觉得 到了年底 你会重新的振作起来 重新的出发 一个全新的自我 嗯 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 就是你不管是去还是留 你都 你都是 用一个积极的状态 一个很正面的心态 去面对 嗯 不管你当时的现状是怎么样 对 对我会觉得 你情绪低落 应该是会出现在 May这个时候 五月份左右 五六月份 五六七月份的样子 对 对你看你有一个 protected from negative force forces beyond your control 你会能够去 嗯 就是你虽然是能 是被情绪所困扰了 你被情绪所影响了 但是你能够 启动你的自我保护机制 应该这么讲 就是你会 给自己穿一层防护罩 让自己 嗯 去吸收 嗯 不一样的能量 去吸收不一样的 嗯 让你感 你去做一些 让你感兴趣的事情 可能你喜欢画画 你沉浸到画画里面 你就把 你的情绪的事情 可以忘掉 或者是 你喜欢唱歌 你就去唱歌 你把 那份情绪 去 做一个释放 当你 沉浸在 做这些事情当中 或者是你写 小说 或者是你写 部落格 或者是你 你拍视频 等等的 不管你做什么 只要是你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它 自然而然 就是你自然而然的 就被你感兴趣的事情 所疗愈了 所以你才能够 重新出发 重新去面对 你当下的那些问题 对 我们这边再看一下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给到我们 2021年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呢 Temperance OK Stress Three of ones The song Wow 好棒 我刚才没有提到 就是关于 我现在来讲一下 刚才我只是提到了 在职场上面的 一些朋友的 还有一些在 就是人际交往方面 的一些问题 那我如果说是从 感情方面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情感上面 在年头上半年的时候 你们会 有一个人出现在 你们的生命当中 这个人可能是 你们曾经就认识的 是小时候的伙伴 或者是 以前读书的同学 他不一定是长得 这样子 他不一定是有 黑色的头发 那但是我会觉得 他是一个让你觉得 像大哥哥一样 能够保护你的 能够给到你很多温暖的 他会经常的 就像照顾 林家小妹妹一样的 照顾你 会经常的带给你 比如说 小小的surprise啊 就可能今天会给你 准备一个小礼物 明天会送你一束花 后天会给你一颗巧克力之类的 能够让你沉浸在 那个甜蜜当中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 对这个是对于 单身的朋友的一些感情 在上半年会发生 那如果说是 往后的话 我会觉得 你们的发展怎么样 我会觉得 我们到时候再看好了 因为我这边接收到的讯息是 就是他会带给你很多的甜蜜 对 那如果说是 已经有家庭的朋友 或者是已经有伴侣的朋友 我会觉得 你们给到对方的感觉 你们给到对方的那个 不好意思 我刚才接收到的讯息是 对于一些单身的朋友 你们 这个人 他会给到你们很多的甜蜜 很多的一些 重新让你们回到那种 初恋的感觉 但是 你们会 有一段 时期 会 可能会出现一个人 在你们的中间 让你觉得 你的 这段美好的感情 有点被破坏 有一点 就是你本来 期望它是一个 很完美的一段感情 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他并不是第三者 我没有说他是第三者 他没有要去破坏你们的感情 但是 可能是这个人 他跟这个 就是出现了这个桃花 之前他们就有过 一段感情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 就是你会发现 他就是 他就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 这么这么的完美 或者是 有一点 就是他还是很甜蜜 可是他不是 像你 跟你当初想的那么 的一模一样 可是他还是能够照料你的内心 他还是能够 对 让你能够 你看你 星星月亮都有了 就是 就是还是能够 疗愈到你 还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 虽然 你会犹豫 这段感情 你到底是 舍还是取 继续还是 停止 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纠结的部分 可是我会觉得 这段感情带给你的快乐 要比你的忧伤要多很多 对 那对于 那个 已经有伴侣 有家庭的朋友来说 会觉得 你们给到 就整个 整个让我觉得 对于一些 已经有家庭的朋友 尤其是 我会觉得 你们的整个 家庭的那个感觉 好像有一点 蛤蛮蛤的 就是 他做他的 你做你的 大家都在为了 事业而奔波 为了 闯荡世界 为了 建立家庭 稳固家庭 就是 一直都是在处理外面的事情 没有很好的去 做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交流 一个沟通 可能下班回来就觉得 好累哦 我不想要再继续跟他讲话 再想要再去 聊一些别的事情了 就已经把精力都用在外面 用完了 那你可能会到后面 渐渐的你就会觉得 有一点孤单 有一点孤独 你会觉得没有一个人 能够真正的让你去 敞开你的内心 去聊一些 你真正的想要去说的话 那我会觉得 就像我刚才说的 对于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来说 你们 最适合你们的就是 沉浸到你们自己 想要去做的事情当中 比如说画画啦 写字啦 看书啦 听听音乐啦 写写博客啦 之类的 我会觉得 你们天生就是一个 自我疗愈者 你们能够很好的去 做一个自我的疗愈 那 对于一些灵性成长方面的 朋友们来讲 我会觉得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开年你们就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跨越 你们就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自我的提升 你看你们有天使的祝福 你们的顶轮也是连接的 加上你们有太阳 有星星 对我会觉得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在灵性成长上面 2021年 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你们也是 渐渐的能够 我会觉得你们会跟 动物交流 你们会跟动物 可能你们本来就是一些 可以能够跟动物去交流的 朋友 能够 连接到动物 你们能够 从动物的表情 能够读出 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的情绪是什么 对 这个是我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一些灵性方面的一些解读 那我会觉得 最重要的 因为你们有两张 这个是三 three of ones sorry 我以为这是 two of ones 看错 three of ones 我会觉得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 明年会有很多的 自己的一个创造力 一个 一个就是你们 会把很多的热情 会把很多的想法 去放在你们的 一些目标上面 你看他们都是在 往 往外远跳 但是都是只是一个想的过程 就是没有去真正的去落实 我觉得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 一些对于你们的 兴趣爱好 或者是你们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上面 是需要去跨出你们的第一步的 不要害怕 那个第一步 我会觉得 只要你去尝试 你才能够知道 你到底适不适合做那件事情 我会觉得 其实你只要跨出第一步了 你就能够带来很多的快乐 你就能够满足你的内在 满足你的 本身的一个 自我的需求 对 我看看天使卡 给到我们什么 joy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们跨出第一步 其实伴随你们的 就是很开心 因为你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只要你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你的情绪一定是开心的 一定是快乐的 我看看这边天使卡 还有什么讯息呢 你们的天使想要告诉你们 把焦点都关注到 都放到爱上面 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 关于你们家庭生活 如果说你会觉得 另一半和你没有任何的交流 没有 懂得你的内心在想什么 那你的天使 他其实是想要提醒你 你去找到他 爱你的 就是你能感受到他爱的那些时刻 你去观察你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或者是你回到当初你们刚认识 你们结婚 你们许下诺言的那个时刻 你们那个最最幸福的时刻 回到最初 去寻找当初的那份记忆 那份甜蜜 那份美好 能够帮助到 你们重新建立 你们的一个感情 让你们重新回到 那份 拥有那份快乐 对 还有 Moonlighting You can start working on your dream career part-time whiles keeping your other job to pay the bills soon your dream career will take fright and fully support you 有没有 我刚才就有讲吧 我说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不要再犹豫了 你们就跨出第一步 你们只要跨出第一步了 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你们迎来的会是成功 你们的天使卡 也是这么告诉你们的 你们的守护天使 也是这么在讲啊 不是我讲的 是天使 你们的守护天使讲的 只要你们追寻自己的梦想 只要你们跨出第一步 他如果说你们 现在的工作 并不是你们的一个 真正想要去做的工作 那你们 想要去做什么工作 你们可以从part time开始做起 从一份副业开始做起 当你们开始做了 你们才能够明白 那份工作 给你们带来的快乐是什么 你们才能够真正在 那份快乐当中 汲取你们所想要的 金钱也好 支持也好 荣誉感也好 成就感也好 当这份满足 慢慢地长大 慢慢地 长成一棵小苗 长成一棵大树之后 那你们就是真正的 可以开始你们自己 想要的工作的时候了 但是首先要跨出 那个第一步 对呀 对呀 Keep going 第一步很难 但是你跨出去了 这个门是你自己给自己打开的 需要你自己去转动门把手 它才会开 你不去开它 它不会开 它不动 所以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梦想 2021年 我会鼓励你去踏出那个第一步 去开始你的 那个尝试 那个追寻 那个梦想 好吗 那这个是我给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Bye OK 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关于你们的2021年的整体的能量 Hat You will be playing a different role OK Club Someone will try to make you do something against your will against your will OK Chain Chain of events that will affect your life that will affect your life January 我们先来看一下塔罗派 然后我们再一起做解读 Page of Pentacles Night of Wands King of Swords The Magician Three of Cups Six of Swords OK 我会觉得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我会觉得 首先我要讲 我接收到的第一个讯息是2021年 你们会改变人生的方向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讯息给到我 可能你们会 可以换工作 是换一个 就是跟你现在的 可能跟你之前做过的工作 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 就是完全 就是两个方向的 对 可能跟你之前学的东西 就是你的专业 你在大学学的专业 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会觉得 这个的转变的开始 有可能在一月份就会发生 就是很快 我不知道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在做一个 找工作 或者是学习一些 别的东西的动作了 我会觉得到一月份 你们可能就会有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机会 讯息 出现在你们面前 这个讯息 这个机会 是跟你们现在的工作 现在的 曾经的学习 都是没有关系的 就好比 拿我自己来讲 我以前 做 IT 做IT 可是 在 就是我现在 就完全就没有关系 就是 跟我的疗愈 跟我的灵性解读 跟我的塔罗牌 就完全没有关系 我就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对 我会觉得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我也是接收到你们这样子的讯息 你们会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那 这一条 接下去的那条路 可能会 收获一些反对意见 可能会你的 家人啊 或者长辈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啊 可能会说 哇 你放弃那么好的工作 你不要做 你去 跑去做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会去 做出这样子的选择 或者是你之前 花了这么 这么大的努力 花了那么多的 时间去 进入到之前的那个工作当中 或者是学 学了那么多 那个方面 那个专业的东西 你说放手就放手 你说转业就转业 你说 改变就改变 就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 你的这个新的改变 但是对于你来说 你很开心 我感受到了你的开心 你的内心的那份喜悦 嗯 虽然这份改变 它一开始是会影响到你的真正的生活的 就是它可能会让你觉得 收入也好 人际关系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交流 一些沟通也好 你需要去做一个重新的适应 那在收入方面 那在收入方面可能没有像之前 那么的多 那是因为它刚开始 但是我会觉得 你有自己的显化能力 你知道怎么样去 在你这个新的环境当中 去适应它 去 嗯 去做 嗯 一个自我的调整 对你的 你都是望向未来的 你会觉得 未来是 对你来说是一条正确的路 你现在的路 是你想要去走的 你真正希望 接下去的生活 是 对的 是对的那条路 那你会去调整自己 你会去 适应那个环境 你会去 嗯 显化你想要的丰盛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会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觉得 这是一个对的 路 你会 和朋友 就是 畅所欲言 你会和朋友去 聊你的 嗯 在新的岗位当中 新的这个人生旅程当中 所有的一些 齐去见闻 新的那些 哦 让你觉得很兴奋的事情 那朋友们其实也会替你开心 而且 这段新的旅程 全新的路 全新的工作 全新的一个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 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能够疗愈到你 让你之前所有的一些 嗯 可能你之前的那份工作 把你的能量带低了 或者是 让你觉得 整天忙忙碌碌 就为了 差不多类似的事情 或者是 嗯 你之前没有找到你的人生方向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到底为什么要 这么的忙碌 那 当你重新 去换了这份职业 换了这个生活方式 换了一个态度 去看待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就被疗愈了 你知道自己今生的目的 今生的旅程 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知道自己今生要走的路 在哪里了 对 那我这边再 嗯 看一下关于 嗯 情感方面 我会觉得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 嗯 会有桃花出现 会有桃花出现 而且我会觉得 这个桃花是能够 嗯 跟你 跟你是 嗯 不管在 而且我会觉得 它可能 不一定是一个桃花 就是这个桃花 让你能够觉得 你们的想法 是一致的 你们是 呃 目标也是一致的 你们的 就是我说的那个目标 是你们的 对于人生的理想 人生的追求 人生的价值观 它都是 它都是一致的 它都能够 呃 让你们很聊的来 你会觉得 它是不是你的 soulmate 或者是它是不是 你的tune frame 会有那种 嗯 可能你们刚见面 没有很久 你们就非常非常的 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话题 对 那 包括你的朋友们 他们也都非常的认可 嗯 就是不管哪个桃花 就是你的桃花 你的 就是你的男朋友 就可能那个时候 已经成为你男朋友 就是你的朋友们 他们也会非常认可 这个人 对 那我会觉得 嗯 这个人 而且他能够疗愈到你 他能够帮助你 走出你之前的一些 呃 可能是你自己 都没有看见的 一些信念上面的卡点 或者是一些 童年的一些 嗯 这些问题 或者 就是原生家庭 发生的那些问题 可能 还有一个是 他能够 陪伴着你 度过 你因为 转换了跑道 转换了人生的一个 方 生活方式 转换了 呃 整一个你的 就是 180度的大转弯之后 所带来的一些 后遗症 就是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可能家里面的长辈啊 或者朋友 或者是 别的一些 就是你周围的那些声音 会让 会困扰到你 会反对你啊 各种的一些 嗯 让你觉得很困扰 没有办法 可能让你会觉得 有一点 虽然你内心 想要去走 可是你又不想要 伤害他们 就那种 自我的斗争 自我的纠结 那这个人 他会陪伴着你 一路的走过来 至少是明年一年 他会陪伴着你 一整年 让你 完完全全的 得到疗愈 他 因为他了解你 他知道你内心 想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会觉得会被疗愈 你会觉得 哇塞 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懂我的人 对 我会觉得 第四组牌的朋友们的感情 嗯 是一个 是一段 被疗愈到的感情 那其实这个也是 嗯 对于一些 有 已经有家庭的朋友们来说 我会觉得 可能是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 嗯 新认识的某一个朋友 当然这个 这个感情也可以是友情 就是这个桃花 它不一定是真正 就是我们讲的爱情 它也可以是桃花 就是 不是 sorry 不是桃花 是爱 是友情 对 它也可以是一种 就很纯粹的 友谊的关系 就是一个人 他非常的了解你 嗯 他能够帮助你 走过这段 嗯 刚开始换转换跑道的 那一份不适应 它能够伴随着你一起去 嗯 去到你想要去的 那个目的地 对 我们再看看 还有没有选择 第四组牌的朋友 2021年 有什么样 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 2021年 第四组牌的朋友 就是这个人 给到你的感觉 就是 嗯 tune frame soulmate 就是你们可能 之前就已经认识 就是 一见如故 对 就是一见如故 就那个感觉 three of pentacles page of pentacles 你们有两个page of pentacles 我会觉得 真的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好不好 你们明年 开头 年头 你们就会有一个新的 全新的一个转变 一个全新的发展 一个全新 就于 这个 这个全新 我现在讲的全新 可能是从工作上 可能是从感情上 可能是从 嗯 你的一个生活状态上 它有可能是 嗯 我会觉得也有可能 是你 就哪怕是你的一个 饮食习惯的改变 它也是一种改变 就 可能我讲的 都是比较大类的东西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比较小类的 小众类的东西 可能你今天是 嗯 就是 就是 蛋奶啊 鸡肉 鱼肉 羊肉 什么 什么都吃的 可能你 等到明年 你就说好 我要开始 做素食主义者 或者是我要做某一种 嗯 就是 diet 饮食 对 可能是keto diet 或者是 你可能说 啊好 我要 从此以后我要戒酒 戒咖啡之类的 也都是属于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 当然 我没有讲说 就是 你可能 转变一种 饮食习惯 也会 对你的家人啊 什么的 会 造成一些影响 他们也会提出反对意见 可能会说你营养不均衡啊 或者是什么 但是也有可能 嗯 就是 如果说你戒酒啊 或者是戒烟啊 那你可能 你家人不会反对 可是你的朋友会反对啊 因为 下次找你出去 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好玩的 就跟你玩不起来 我会觉得 会有这样子的 一种可能性 我只是把我想到的可能性 都在这边讲一下 那 嗯 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样的讯息给到我们第四组台的朋友 哦 我这边 3 of pentacles 刚才没有讲 我会觉得3 of pentacles 第四组台的朋友 你们会有一个 嗯 就是在财运方面 我刚才没有提到的 是关于第四组台的朋友 嗯 我会觉得在年头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 虽然 嗯 你们会有收入啦 就 普通的过日子什么的 都没有问题 但是 你会觉得会有一个落差 内心 就是跟你之前的 那个比起来 会有一点落差 那我会觉得到年中 就是 呃 当你觉得你的 这条新的路 它开始变得稳定了以后 它会变得慢慢的好起来 而且 你身边的那些 嗯 朋友啊 或者是 呃 同事啊 嗯 合作者啊 会变得越来越多 你们会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group 你看你会 你会有 你一开始是都是单独一个人行动 到后面就会有一个group 你会有一些 吸引到一些和你有同样想法 有同样梦想的人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The star 对 你会有 这样子的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来到你的 生命当中 可能跟你一起创业啦 可能跟你一起继续 你们要走的那条路啊 对 然后 嗯 这边还有一张心形牌 我会觉得 还有一个magician 我会觉得你们是 就是很棒很棒的 显化者 嗯 你们能够通过你们的 自己的一个振动的频率 去显化 去沟通 跟 宇宙去沟通 去显化你们所想要的东西 包括 你们想要走的路啊 其实你们想要走的路 你们自己已经很清楚了 对 我会觉得你们会想要去显化你们 比如说你们想要去显化爱情 显化友情 显化钱财 显化 各种各方面的 就是你们需要的东西 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 你们都是 都是很棒的 都是 就是 很强的显化者 对 你们就是有那种心灵感应 如果说是从灵性角度方面来讲的话 我会选择 我会觉得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 嗯 明年2021年 在 其实 不一定是明年 就是我会觉得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本来就是一个 嗯 我会觉得你们本来就是一个灵性程度还蛮高的人 就是我会 如果说你们从事的 如果说从事工作的话 我会觉得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是 塔罗诗啦 占星诗啦 嗯 如果说是中事的话 可能是 玩六 玩那个 那个那个 六窑啊 八字啊 或者是 嗯 梅花艺术啊 或者是 嗯 嗯 心理咨询师 疗愈师 嗯 可能你们也有学灵气啊 对 嗯 对 这个是我接收到的讯息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嗯 你们本身的那个灵性能量就很 就很强 你们本来就是有一个 很强的显化能力 然后我会觉得你们的 表达能力也很不错 对 对 我看天使卡给到你们什么样的讯息 Have confidence 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要有信心 Life purpose 我刚才说什么 我就说你们已经找到你们的life purpose 你们已经找到你们的天赋使命 明年就是 开始真正的去走你们的天赋使命 你们要走的那条路 所以你们才会遇到 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反对意见 但是你们的天使跟你们说要有信心 你们在这条路上他并不孤单 你们除了有天使的守护之外 你们还有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们的 嗯 非常懂你们的人 他可能是你们的soulmate 可能是你们的twin frame 可能是你们的知己 对 能够伴随着你们一起度过 这些反对意见 这些让你们听得不舒服 有点刺耳的话 Detoxic your friendship Release jealous OK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已经很清楚 你们要走的人生道路 所以你们2021年 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chapter 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篇章了 那之前一些朋友 是需要去做一个清理的 之前的那些能量 是需要去做一个 嗯 去做一个 切断的 那我会这边 我会 我刚接收到的讯息是 嗯 可能在2021年 你们 在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 越往后面 你们会变得越来越 呃 成功 越来越自信 那你们之前就有的 之前的那些朋友 会回来找你们 会 嗯 让 给你们听到一些不好的言语 不好的 让你们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那这个 其实是他们的 嫉妒心 其实是他们的 嗯 问题 是他们的内在的一个反射 跟你们没有关系 所以 呃 这边你们的天使是想要 提前的告诉你们 呃 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需要你们 事先去做一个准备的 对 那这个是我给第四组排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那 下期见咯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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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